那现在啊 做了一个假设 就好比说呀 我们的学校当中啊 总共的人数是有优个啊 用优来表示着我们的一个总人数 那现在啊 比如说我想求一个就是 穿长裤的一个男生是有多少个呢 穿长裤男生咱们就得想了 总共人数是有优个 那穿长裤男生是不是 我得先把男生找出来啊 那男生有个比例吧 就是有这样一个PY啊 PY是一个已知条件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男生的概率是60%的 然后呢 现在我在所有人数当中找出来了所有男的 但是我要求的是 男生当中穿长裤的有多少个 男生当中啊 穿长裤的那是一个条件概率了吧 我们就要算这样一个值啊 就是首先他是一个男生 并且呢 他是一个穿长裤的 这是一个条件概率 那咱们条件概率啊 是不是刚开始 已经给了上一个已知条件 男生总是穿长裤的 所以说对于我这样一个条件概率来说 我找到一个男生 并且他是穿长裤的概率 是多大呢 是100%吧 因为啊 咱们刚才给出来这样一个条件 就是说 现在啊 我的一个男生穿长裤的概率是100%吧 所以说 现在呢 我的一个PY的一个概率知道了 还有这样一个条件概率也知道了 所以说啊 我就可以得出来啊 咱们的一个穿长裤的男生的一个比例是有多少了 用我的一个总人数乘上我的一个PY 再乘上我的一个条件概率 这样呢 我就能够得出来 我穿长裤的一个男生的数量是等于多少的 然后呢 同样啊 是不是说 我也可以算出来 我穿长裤的一个女生是等于多少的 总人数U乘上一个女生 这里是40%吧 再乘上一个女生当中穿长裤的数量 女生当中啊 是怎么算的 一半一半吧 所以说 女生当中穿长裤的一个条件概率 我们也是知道的 那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来说啊 假设说啊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假设 学校的总人数是U个 那大家现在可能会问了 你这个U是一个位置条件啊 当你不能够统计你的一个总人数的时候 那是不是你的贝耶茨算法就不能去做了呢 咱们先啊 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已有问题 一会儿咱们再来考虑一下 因为啊 确实有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说 在自然界当中啊 你不知道白球和黑球一个总数是多少 那这件事你还能算了吗 咱们先把这个东西啊 当成是一个问题 一会儿呢 咱们再来进行一个思考 那现在穿长裤的男生 穿长裤的女生 我都可以算出来了 都可以算出来之后啊 咱们再来回归到这个问题 我要算什么啊 我要算的是 找出来一个穿长裤的学生 他是女生的概率有多大吧 那咱们接着来看 在这里呢 我要求解的一个问题 就是穿长裤的里面 他有多少个女生 那所以说啊 就是穿长裤里面 他是女生的一个概率吧 这就是我刚才的一个问题吗 那现在啊 我是不是能够 窜出来穿长裤的一个总人数啊 咱们刚才算了 穿长裤里面是男的 穿长裤里面是女的 都算完了 给他加在一起 不就是你穿长裤的一个总人数了吗 所以说啊 我现在一个穿长裤的总人数 可以算出来 那在我们这个问题当中 穿长裤的里面 里面有多少个女生 那咱们的问题变了 咱们来看啊 刚才是什么 刚才是一个女生 穿长裤 那现在我的问题却是 我要求解的是 你穿了一个穿了一个长裤 但是你是一个女生的一个概率是多大 那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怎么求解呢 对于这样问题来说啊 首先是不是说 嗯 我得算出来 咱们的一个呃 就是女生穿长裤的人数啊 在这里怎么算 女生穿长裤的人数 是不是总人数 乘上女生的个数 在乘上我的一个女生 穿长裤的个数啊 这是我女生穿长裤的一个总的一个人数多大 并且呢 让她比上我的一个穿长裤的一个总数 我就能够得出来啊 穿长裤这个穿长裤当中 女生的一个占比是多大了吧 那怎么算呢 其实啊 很简单 根据我们刚才的一个计算公式 分母就是我们穿长裤的一个总数吧 那分子就是我们现在算的一个女生当中穿长裤的一个个数吧 所以说啊 当我们想求一个是穿长裤里边有多少个女生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进行一个稍微的转换 那这个问题啊 咱们现在啊 看着这个东西好比来说有些啰嗦 给它转换成一个咱们的贝耶斯公式 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在咱们说结果之前啊 咱们先来说一下刚才遗留的一个问题 刚才咱们的一个遗留的问题 不是说 现在我们要求解的一个值啊 跟它的一个总人数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要求解的是这个东西吧 那要求解总人数 我们来看啊 不是就是说看跟总人数没有关啊 我们来看上面的式子啊 上面式子当中分子有一个U 分母呢 分母当中也有U吧 并且来说啊 在分母当中我可以把U提到外面吧 那说明一下什么事啊 分子和分母当中U 我可以进行一个约分吧 也就是说啊 当我在求现在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 竟然是跟校园内的一个总人数是无关的 那一开始我假设了总人数是一个U个 那其实呢 它只相当于是一个中间变量吧 我们实际啊 是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约分的 那现在我又把一个式子啊 拿出来了 就是我最终的结果啊 实际上是跟我总人数是无关的 我可以为它约掉了 那这个东西呢 我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画假了吧 我们来看啊 分母是什么 分母我们刚才算了一些值啊 就是男生当中穿长裤的 女生当中穿长裤的 那在所有人当中 就男生和女生这两种吧 那你把男生它算好了 女生它算好了 加在一起 那实际上 它不就是穿裤子的一个比例吗 是吧 就是穿裤子的一个比例吗 所以说啊 它就等于一个P 穿裤子的一个比例 这是我们的一个分母啊 那分子是什么 分子我们再来看吧 分子女生啊 先把女生的比例算出来 然后呢 在女生当中 它是穿长裤的 那是什么 那它不就是一个女生 它穿长裤的一个比例吗 所以说啊 现在我的一个分母 和我的一个分子啊 都可以进行约分 如果说你给它进行一个化解 我们就可以再把我的一个分母 和分子呢 还是可以进行一个化解的 那现在啊 我们就是已经通过这样一个实例 推导出来了 咱们这个贝耶斯算法的一个公式啊 是长什么样子的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公式啊 就是说 当你想求一个逆向概率 比如说 在B的条件下 A的一个情况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 进行一个转换吧 通常情况下 就是说 这个问题不见得说 是那么好求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进行一个转换 就是在B的条件下 A发生的一个概率 可以给它转换成一个 在A的条件下 B发生的一个概率 通常啊 在我们的实习当中就是 这种B的情况下 A发生的概率 不太好求 但是呢 A发生的情况下 B发生的概率 这个却比较好求 那PA和PB 其实呢 也是一致的 那这个时候啊 就是说 在我们的贝耶斯公式当中 我们可以给它 进行一个转换 把一个比较难求的值 转换成一个 比较好求的值 这个啊 就是我贝耶斯的一个公式 一会儿啊 会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贝耶斯公式啊 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应用啊 这个公式看起来很简单 我们刚才啊 是通过这样一个男生女生啊 穿裤子的一个比例 把这个公式啊 实际的算一下 就是由我们刚才啊 一个计算的过程 推荐出来了 我们的一个贝耶斯公式啊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差点就算是有利贝耶斯公式啊 等等 这个梦 这个的贝耶斯公式啊 这是第一个贝耶斯公式啊 他强贝耶斯公式啊